你怎麼認為人家會愛上你 我有幾個還不錯的特質 就是個性還滿善良的 我這一輩子沒有害過任何一個人 而我幫助人 那你愛過很多人 也還好 也還好 所以那些你都不愛他 你看嘛 你們就是講 你們就是開玩笑 然後我後來就默默接受 我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他就說什麼我跟瓜哥兩個人 我們從澳門機場離開 兩個人是在吵架 我沒有說 有 就他說的 我哪有說 然後弄到最後就說 我們兩個臉色很難看 然後在吵架 其實是開玩笑 但也沒有 我覺得應該沒有吵架 兩個人從澳門上飛機 小燕姐 是她輸我沒輸 我沒事我幹嘛要臭臉 對啊 你懂那意思 所以其實我沒事的 只是早上六點的飛機 誰臉色會好看 因為一個晚上都沒睡 對啊 根本沒有 其實他們兩個大哥很好玩 其實他們好像 我們一回來是要趕飛機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有節目 瓜哥有一個節目 你也有一個節目 剛好是對打的 可是私底下還是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然後回來的時候 聽說你是坐瓜哥的車子 然後到紅綠燈的時候 有一個人來賣玉蘭花 就是30塊一坨這樣 20啦 20一坨這樣 然後呢 然後瓜哥就 不要… 然後憲哥就說 憲哥就說 瓜哥 瓜哥 算了 你剛剛輸了 一百多萬都輸了 你差那20塊嗎 好想開窗麻將 我這樣 麻一蘭… 很久的事情 很久的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 他們其實 你看胡瓜也好 高林峰也好 吳宗憲也好 其實在演藝圈 應該算是可以賺很多錢 這可能就是大哥的特質 朱大哥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他只要不賭 他不牽牌 你看他六十幾歲 又一個翻身 又是 憲哥才50歲而已 你可以 還有好幾年 你可不可以 跟你老婆或你的家人 就是寫下一個契約 我就好好主持 好好唱歌 我在這幾 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 我沒有叫你不要有緋聞 對不對 我這幾年大概比較成功的部分 第一個投資就是在我的小孩 第二個最成功的投資 就是LED 他還覺得成功是不是LED LED非常成功 真的嗎 對啊 所以你以後不做節目 還是要做LED 很有可能 因為藝能界其實它是快樂的 但是有某一個部分 是我生命裡面所不能接受的 對 因為我被誤解太多 比如說你看 我現在已經學會了 我不去做任何的辯解 你看當年 你要多少那個很糟糕的一個 的口碑的說法或什麼 但是 我也就過去了 大家都會忘記 因為你不但有新的出來 對不對 很厲害 很厲害 成功 變成人 知道什麼 張薇薇女士是 比如說全台灣抗壓性 最高的女人是誰 張薇薇得獎 對不對 哪一位幕後的女人對不對 最能忍 張薇薇得獎 對不對 比林鳳嬌還厲害 比林鳳嬌還厲害 真的 而且她生四個啊 對啊 其實你們三個人在一起 三大南高櫻 那個時候是怎麼會 本來小菁姐也蠻厲害的 結果到最後關頭 還是張薇薇厲害 對啊 是不是 繼續還要合作下去對不對 平常講你們有安慰她嗎 我們安慰可多了 因為我們是第一個知道 他們真的已經 對啊 憲哥第一個知道 你怎麼安慰她呢 我就跟她講 算了沒關係 洗一洗還是行的 她那個安慰 她的安慰是 我跟她說 我說高大哥 以前都是你付人家 然後人家都原諒你 好 這一次 就算人家付了你 難得 如果是人家付了你 你也應該祝福他 對啊 然後憲哥就說 男人最快樂就是 我說 她說你看喔 你老婆40幾歲了嘛 你想換掉也不 人家會說你花心 那你不換掉的話 你對她可能沒有感覺 這種喝咖啡在她聊天的事 你也有跟她講的 很可怕的 你現在想要偷吃 萬一被抓到 又變成 就你的聲音 這是你的聲音 這個是金曲獎 金鐘獎 對啊 我還為了這個打電話給飛哥 因為飛哥沒出席嘛 真的沒出席 他沒有來 飛哥有入圍 但是他人沒有來 我就在台上就編了一段 我說有出席就是有出席 我說不要太在意 有出席就有出席 沒出席就沒出席 是這樣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是怎樣 要把大哥們全部得罪光是不是 蛤 升哥 瓜哥 高麟鋒 高大哥他還是有一些他個人的 個性的特質 對 我們就聯合起來 就是說等於稍微 稍微引導他一下 因為藝能界裡面 以他的資歷來講 誰都講不動他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只能循循善誘 然後慢慢告訴他 就說婚姻的問題 如果必須要走到這個分開或什麼 強求不來 所以他後來不是說 你已經跟人家離婚了 你還在那裡要告人家 你們已經離了 你還有資格告人家嗎 他對媒體解釋不清楚 江薇薇女士 從來有沒有跟你邀請過離婚 這個對我們來講 並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實在話 你有娶她嗎 我是 我們是03年在登記的 這是 對 被揭穿之後才補的 什麼揭穿啦 那是2000年 那是2000年 12年前 我這已經不會忌恨 你看12年的時間 你還不會忌恨嗎 你還不忌恨嗎 你怎麼不忌恨